饭菜怎么样 不怎么样 加两碗米饭 现在红哥真家厨子说 浙江温州16斤 其实是我们待会坐飞机 临时吃饭拍一斤 点了333 一个蟹黄的 还有一个鲜肉鲜肉的 鱼肉14是吧 蟹黄那个是8块 剩下两个都是3块 这不就是烤包子吗 谁也不知道这是啥的 这是葱油的 剩下两个你挑一顿 你要这个 好 烤着外壳小小的酥脆 但那个鱼须口甲的味儿挺香 肉馅点是南方调的肉馅 让你吃着觉得很鲜亮 但是没有酱油的那种味道 挺好吃 3块钱一个 好像烤包子都比它大 诶 蜆黄的 嘿嘿嘿嘿 蜆黄干干的糟糟的 但是那个味道是有的 只要肉馅 那你觉得很鲜亮 哇 这不是一个高酥白的 金蒸烤包子吗 吃着不赖 这个蜆黄的8块钱 猪脚生地汤45 老板说生地是火水化鱼的 哇 那这个汤适合我 我正好腿汤 一种药香带着一种酱香 然后基本上是甜烤 就是汤 猪脂肌肉煮了9分来 已经算很烂乎的了 如果说实话 它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 就觉得太甜了 甜口为主 火酒花鱼的你多喝点 敲鱼敲虾炒 小白菜42块 这一看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清场 敲鱼 其实我也不知道吃什么鱼 反正这是鱼肉加上淀粉什么的 咋呀咋呀咋 做出来的 焖花有弹性 这说出来也没什么鱼味了 回回有一点点点甜 敲虾 一样 划弹 有韧性 神仙为天真烤 除了给的一点点香油 老板许的一堆手机在侧后方拍的 饭带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加两碗米饭 如果你们要是在别人的视频里 或者是一些店家的视频里看到我 出现了一些不太文明的手势 不要奇怪 酱鱼88 这套鱼 它真的会在 你说这是在沙滩上在泥滩上 它会吊着跑的那种 肉质很肥很细 你还会觉得一个肉滑滑的 它出了点椒盐 其实它就是个干渣的做法 别人是给配了点椒盐而已 这这套鱼真的很有特色 挺好吃的 小黄鱼两条156 156 78一条 70包一条 鱼肉肥嫩 对 就只有肥嫩 肥嫩软 鱼的肉质口感非常好 因为鱼很新鲜 点菜的时候人家写说这是野生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野生的 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吃过很多了 但我当现在我也不敢说 它是不是野生的 这个我真吃不完 但是我真的在好别人吃到鲜的活的 可是光鱼属于特别高档的食材 因为被老板发现店里说话不太方便 总结和那什么是一起拍的 333两个人吃正合适 其实我到这边点菜的时候 故意是分开点了一些有当地很有特色的菜 为了让大家看 所以有时候点菜就不是特别合理 东西吃的都不错 食材都是比较好的 只能这么说了 嗯